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 于扬播讲 唐子明把探笔压在嘴唇上 亮着眼睛盯着他的笔记本 方才他拿着探笔在随身的小笔记本上 将都唐新闻官说的每一句话都飞快地记录下来 现在就在回头一条条地与记忆对照着来看 确定有没有记错的地方 对唐子明个人来说 在这个过程中值得发掘出来进行重点报道的新闻点 自然而然就会浮现出来 唐子明很相信自己看到新闻时的第一感觉 每一次感觉浮现的时候 都会帮助他轻易地抓住读者们的关注点 这种宛如天赋一般的直觉 让他进入了天下最大的报社 也让他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了脚跟 江西暴雨 太长寒 旧灾 又下雨了 江西今年的收成算是彻底完了 这是方才宿记的时候 唐子明脑袋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念头 今年经济江淮大落 各路受灾情况严重 几处主产区补重之后 只能勉强保证当地口粮 粮价能否稳定 这就要看都唐下一步的应对了 唐子明想着随手写下粮价二字 接着又在寒字上面画了一个圈 汉林学士 判太长礼院韩中燕这个人选 也是可圈可点 如果联想到这几日吕淑密主持的行动 这一个任命是为了避免韩义政做出错事 还是以便调查 应该是有些说到的 另外 今年的灾情 必定对北面的战事有所影响 影响到至少千万弹的粮食运送方向 按照都唐的声明 战争必然会继续下去 但会否在今年大举进攻 还是先稳定战线 然后等明年后年北进 随手做了一个标记 唐子明暂时把这个想法放下了 回到江西的暴雨上 韩义政受命主持救灾 恐怕也是要借用他的世家子弟地位 能够抛下顾忌 对一些官员下狠手 这一过程中可能会有不少新闻 一般来说 都唐还是很欢迎记者帮他们食衣补缺 抓一抓 下面搜刮起来 肆无忌惮的官员 唐子明轻轻画了一条线 或许会后可以去跟几个朋友说一说 看看谁愿意去江西一趟 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 抓住了 升职的机会就有了 长江两轮船入役 驻扎在鄂州的长江舰队 两艘七轮船入役 联系上一条新闻 都唐突然之间将汽轮船配置于长江舰队 目标不问可知 江西如有乱民 鄂州的驻军随时可以出动 不过汽轮船真的能派上大用吗 唐子明有些怀疑 据他了解 如今汽轮船还只限于在港口中使用 故障率并不低 要是在战场上突然坏了 这不是笑话 而是要人命啊 再下一条 就是昨天惊动惊失的新闻了 唐子明在二项鸡羹上点了个点 两位宰相出门 回来时差点被城墙上的石头砸中 是谋刺还是意外 这两件事比起两位宰相视察农场机器耕田 可是重要的多 只不过看起来都唐并不想有人关心太多 自家报社有多听话 唐子明很清楚 都唐说一 报社就不会做二 城门落实的事儿肯定不会上报道 只看着一条 也许都唐要开始大力推广鸡羹了 想起近日社中传言 电农的安置多半会是日后施政的重点 南北方向上将可能出现数以百万人的大迁徙 正想着这事儿 胳膊肘忽然被人顶了一下 唐子明扭过头 就听见旁边的同行问道 方才陈元外说的毛毡是多少匹啊 那同行问着 眼睛还勾着看唐子明的笔记本 只是唐子明在笔记本上的字迹潦草的 只有他自己看得清 三十万 唐子明瞟了一眼笔记本上 确认了一下就告诉了他 这是今天督唐新闻官公布的倒数第二条消息 密院争够三十万匹毛毡 毛毡 笔尖在纸上顿了顿 唐子明在这两个字上画了一个圈 重点是羊毛 而羊毛的来源则是重点中的重点 国中的羊毛产量或许不一定够用 市面上的羊毛毡的原材料原本就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北方 唐子明匆匆写了两个字 外人看不懂 只是将这一瞬间的灵感记录下来 给自己留个提醒 剩下的几条 唐子明来不及看了 新闻官礼部原外郎陈茂学已经站起来准备走了 多唐每两日有一次的例行的新闻发布会 宣传这座阵地自己不去占据 那就会给敌人占据 这个道理从古到今统治阶层无不明了 过去统治者们采取的办法一直都是采取压制的态度 极端点的就是欲语者气势 普通的就是在行律中确定传播流言和接铁的罪责 但这么做的结果只是让流言传播的更广 偏离事实更远 并不能达到定立法度时的初衷 而如今在一步步推动报纸 逐渐成为朝野之中各色信息的搜集和传播的工具之后 过去对民间舆论的高压政策 同样是一步步废弛毁尽 朝廷借用报纸来操纵世间舆论 同时还设立了新的职位加强与报社的沟通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合和调整之后 所谓的新闻发布会的基本流程就成行了 新闻官出来之后就把要公布的新闻念上一遍 再与记者们稍微聊上几句 会议就宣告结束 唐子民跟着新闻官起身 人外 唐子民上前询问了他准备好的问题 文老太师上京了 朝廷有没有说法啊 文烟博上京了 人群一阵骚然 记者们惊讶地望着唐子民都想知道 这条消息他是从何处而知 被众多震惊探寻的眼神围绕 每一次都让唐子民对自家的报社满意 这一自豪感 新闻官不会披露太多内情 不过如果记者有本事 可私下里再去挖掘一点更加有用的内容 而京师乃至全国最大的报纸 总是能够不费吹灰之力 就得到其他报社使尽手段才挖出来的消息 陈茂学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此事非本官所知 他顿了一下声音更冷 北师正汉谁有空去理会啊 说罢陈茂学没有逗留静止离开 新闻官明明白白的言辞 就文言博上京一事给各家报纸定了基调 谁会有空去理会 都唐没空 开封府没空 理所当然的 各家报纸的版面也没空 唐子明叹了一口气 与几位同行交换了一个无奈的眼神 这一条新闻在有更大进展之前 只能先放一放了 文言博一向是旧党领袖 即使是旧党折服的现在 有他这一面大旗在 还是能维系一定的人心 这一回他的曾孙文皇室又掀起了一场大浪 让都唐都大敢棘手 甚至灰头土脸 旧党人众觉得振奋的不在少数 要说文皇室的行动背后 没有文言博的指使 绝大多数人是不会信的 现在文皇室失踪 都唐大所天下 又派了吕家问主辞此案 文言博在这个节骨眼上上京来 是来找他虫孙子的吗 谁也不会觉得 这个老家伙对寻到文皇室的下落有任何作用 他上京后会是自变 还是与都唐针锋相对 现在也没有人能说得清 但有一点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立刻确定 文言博绝不可能是来向都唐认错的 随便在京师街市上 拉一个人过来 告诉他文言博就要上京了 再问问他 文言博这一回上京到底想要做什么 一百个人中九十个会回答说 肯定是跟都唐过不去 剩下的十个不知道文言博是谁 但只要一说是洛阳的文老太市 立刻就会得到一个同样的回答 文言博在东京市民的心目中 就是那种固执到极点 戏文里经常会出现的反觉 总是想方设法 与主角过不去 其中也多有韩刚的功劳 在他的指点下 有一段时间出现在京师中瓦子里的戏文 其中总是少不了一个模式化的老反派 往往姓文姓温 姓翁姓静 取谐音或者干脆就是文言博家的旧姓 更有许多新本的小说 直接将文家诸子的名讳带入进去 比如文基辅 有时候是抛妻弃子令结新欢的复兴汉 有时候是打流混式的下三烂 有时候是偷鸡摸狗的小贼 还有的时候是卑劣无耻的奸臣 相似的只有结局 总之出场颇多 盒饭领的也不少 名气如此之大 文言博此次上京 东京市民想来还是会有所关心 作为新闻也不缺吸引力 但新闻官已经画了线 那么聪明人都不会试图去越过去 文言博底经无声无息 没有哪怕一份报纸刊载相关的新闻 直至他入住议馆中 朝堂也没有派出任何一位官员与他接触 年纪老大的文言博 孤零零的坐在厅堂中 如果是过去 无视督唐的态度 登门造访的老友还会是有几个的 但如今京市内正彻查督唐一案 作为关键人物的文皇室逃窜不知去向 吕家温抓了一家又一家 于死狱中的已经有六七人 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以身犯险 把自己和全家都牵扯进去 文维深脸色难看的走进入住的小院 他从外间经过 听到了好些闲言碎语 甚至都不避让他 文皇室说不定都变成了鬼了 哪里找去 文太师土都埋到脖子了 离变鬼也不远了 说不定还真能看见他重孙的鬼 这几句话就是在门外听到的 差点让他气炸了肺 只是当他走进厅堂的时候 立刻就换了一副神色 文言博宛如石像一般的坐着 儿子进来之后才有了点气息 送走了 文言深点点头 说了什么没有啊 文维深摇摇头 只是让大人不要担心 他刚刚送走的那一位 受都堂之命牵来安抚的老友 带来了都堂的话 都堂不认为太师会对曾孙的情况了如指掌 文皇室的罪责不会牵扯到太师的身上 都堂也不会允许提审太师的情况出现 这几句承诺保证了文言博不会受辱于小人 但这是对谢任宰相的优待 是为了他们自己而不是对文言博这个人 文言博现在越发的确信 只要自己一死 文家就立刻会覆灭 都堂是不得不给他这位曾经做过宰相的老臣留一点余地 但不会给他连奸司主官都没有做过的几个儿子留下半点人情 他们已经不够资格去让宰相执政们看顾他们 文家或许真的要完了 文言博现在就是在争命 只要他能够活下去 也许还能看见转折的机会 大人下面该怎么做呀 文维深问道 张顿韩刚不用去找了 外见一下吕家问 文言博撑着拐杖起身 颤颤巍巍地问儿子 颜值那边可有灰心 这正是儿子想要说的 文维深低声道 颜值前两天就失踪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养地下来请继续收听 养地下期续收听